大家好,讲点发财的机会 准确的说是稍纵及时的 发财的机会 我是说那些个在中国有股票的人 散户,咱都是关心散户 中国的股票市场是一个赌场 都是有人看你的牌 看底牌,看你的牌,啥都知道 然后你是稳输不赚的 所以很多年前我们就劝中国人不要炒股 反正我是不炒股 我就炒过一次再也不炒了 因为太明显了 所以中国的散户是一群值得批评的人 骂死他们没商量 但是也是一群值得同情的人 因为他们的对手是土共 是政策,是国企 是那些割韭菜的人 套的是不要不要的 我看最近中国的那些散户都哭了 但是又不敢骂人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刀把子 你有软肋 你有把柄 控制在共产党的手上 你还有一堆钱在股市里面没拿出来 拿不出来 套牢呢 这个时候你想骂人 你不敢 然后就带着一种愤怒的 怨恨的哭腔 在那里表达自己的内心的伤痛 就好比一个女人 她非常爱她的老公 然后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打在她老公身上 可是她老公在外面养了一堆的小三 一堆的二奶 平时不知道活得是欢天喜地的 是不是这会儿突然知道了 又那个感觉是五味杂成 想跟她老公拼命 又舍不得 是不是 想把她老公的事抖出去也舍不得 想离婚呢 也舍不得 可是心里又憋屈怎么办呢 人就慢慢就憋成黄脸婆了 中国的散户就这么一个情况 你为什么在中国炒股呢 不应该炒股的 你有点钱干嘛不好 是不是 所以他们说这个 李强说中国的去年的GDP的指数是增长指数5.2%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股市是全世界最差的呢 是不是 说日本的GDP是百分之一点几啊 但是日本的股市是过去20亿年最高的 所以他们说日本股市无法解释嘛 你根本就无法解释 完了以后 土工中国就制造了一个荒诞的这么一个 尝黑日本的这么一句话 说日本的股市是虚假繁荣 说日本的股市是泡沫 那你股市泡沫和这个GDP的泡沫 它是两码事啊 是不是 你GDP的泡沫是你政府吹起来的 你股市的泡沫 那可是一个一个的投资者吹起来的 好不好 那你让我中国的股市也泡沫一下呗 哎 有点意思的啊 话音刚落 这个土工中国就准备出台政策了啊 要动大动作了 真的要动大动作了 说这个在股市大幅下挫之后啊 中国政府准备推出一懒子的计划 稳定股市 说相关的报道显示啊 该一懒子计划包括调动 主要来自中国国企离岸账户中的 约人民币两亿两万亿元 通过沪深港通注入在岸股票市场 此外 中国政府还寻求额外的 至少三千亿人民币的本地资金 挽救在岸股票 有点意思吧 这加起来就是有两万三千亿啊 人民币就这两天要进入股市了啊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的啊 很多人在那里分析 说这个东西于事无补 说这个东西背后有毛利 股民会更惨 我的观点呢有点不一样啊 有点不一样 我们先看看这个那些权威的专家啊 是怎么分析的啊 说这个 这种由政府扶持股市的做法 是违反经济规律的啊 是那肯定是违反 那中国的股市存在就违反经济规律 这是我说这些话没有意义 说实际上是把钱注入股票市场后 帮助国企解套 帮助他们离县 离厂套现 实际上是在救助拥有大量国企股票的人 或者是国企 基本上都是中共权贵 他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两万亿 两万亿 两万三千亿的资金进入股市以后 它是有针对性的 让这个国企 离厂 解套 然后呢 把散户呢 掏得更深 是这个意思吧 有点意思啊 说这个 这种救世啊 并不是真正的救世 而是挽救国企 挽救中共的利益 说这个国家出手救世 最后会导致国家队高位离厂 而散户被套牢 并非没有权力可循 说这个上述中国政府寻求的救世资金 可能短期之内会提振资本市场 但对中国股市而言 无疑是杯水吃心 然后这是专家的分析 然后我们再看看官方的这个说法啊 说中国官方的话是金融监管长雅 带刺 说中国股市连续大幅度下来 引起中国当军必须的关注 新话是消息说 在中国政府推出的审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 上周的开班 以致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调动全国各地各部门 维护股市债市 期视 平稳健康发展 是吧 中国的股市呢 要长牙待刺 是吧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是吧 这个长牙待刺的什么意思呢 也没人搞清楚 是吧 说这个一堆的这个什么 所谓的这个跟股市毛关系的人都没有的人参与到这样一个金融会议 说这个中组部部长参加 政法委书记参加 国家监察部部长参加 公安部部长参加 是吧 这是研究金融会吗 说李强又不参加 国务院总理不参加 几个意思呢 是不是 说这个更有趣的是 主管经济的国务院的常务的副总理 小丁丁雪祥也没有参加 这几个意思呢 是不是 可中共当局释放的种种消息都昭示着中共的金融监管是粗暴隐门 缺乏科学性的 以治党的思维治经济 肯定是会捅到娄子 觉得特别大 这些话呢 有没有道理呢 当然有道理了 但是都是一个废话 都是些废话 没意义的 共产党一向的党管一切 你没什么话好说的 关键是你作为一个在中国还在股市上有点钱的人 这个时候应该怎样思考 是不是 除非共产党出台一个政策 我这一下子砸两三万个亿进去 散户不准动 只能够国企的这个股票动 只能那些个国企的投资者动 那你就没辙 但是我相信共产党他那么的再蠢 他也不至于说你散户都不准动 是不是 只要不出台这样的邪恶的政策 那你就说明对于你而言 它是一个机会 所以我说是一个稍总及时的退场 在高位退场的机会 是一个稍总及时的跑路的机会 什么意思呢 首先将近三万亿的人民币进去以后 它股市的指数肯定会上涨 多个股票都会 各股都会上涨 这时候你出来呗 而且你不要等到高点出来 回来一点点赶紧就出来 赶紧出来 因为你没多少钱 是吧 赶紧出来 他们现在是什么呢 是赌什么呢 不是赌这个国企这个退场 这个东西一定要 要什么呢 要理解共产党的玩法 共产党之所以现在用三万个亿 来刺激股市 它是要提振中国经济的信心 这个道理他们是懂的 你不要以为他不懂 股市为什么不断地下缩 跌成狗 主要是大家没有信心了 这个中国老板现在都是一群傻蛋 是不是 这个习主席来救股市了 很多人在那里哭啊 习主席为什么不救呢 不救市呢 是不是 这时候如果习主席一下子 砸了三万个亿 他真的是感恩戴德 习主席万岁 习主席共产党真好 终于来救市了 他这个时候突然去从一个亏的是 连短裤都不是那人 一下子变成一个小粉红 高喊习主席万岁 吃水包挖紧人了 共产党做事情 他的逻辑起点 就是赌你老百姓 是一群傻蛋 是不是 这个时候 如果你听了苏老师的节目 你就知道你不要做傻蛋了 他的钱进去 你赶紧出来 而且一定要记住 这样好 就是说千万不要 你心中有一个预期 我要回多少本 我才出来 能少赔一分钱 就少赔一分钱 而且出来以后 第一再也不要进股市 第二赶紧换成美金 找人 赶紧出来 真的 去日本买股票 去美国买股票 不香吗 为什么要在中国玩呢 因为这种信心 它是靠钱堆起来的 我说无数次 钱这个东西 它不是财富本身 钱这个东西 它只是个数据 真正的财富 不是指货币 这是经济学的基本的原理 对吧 所以你一定要记住 建好就收 除非工人呢 跟你下来一纸通知 如果我的钱进去 你他妈的 你作为一个散户 你成绩就是想 就是高位出仓 完了以后跑路 那我就抓你 说你破坏这个市场经济秩序 破坏这个金融 说你投机倒把 这个时候用投机倒把 这个词是最准确的 对吧 可是问题是投机倒把 这个词是上个世纪 70年代的词 已经不大用这个东西了 我相信习近平他再存 也不至于把这个东西 把它拿进来 知道吧 那又开始 又用这么一个破坏 当然也架不住 关键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常识 如果习近平共产党 他用三万亿来刺激股市 只是为了让国有企业 高位离场的 他为什么不把这三万亿拿来 给这些国有企业呢 是不是 没有必要的嘛 亏就亏了嘛 你全部出来 然后你多余的东西 我来补 是不是 他现在就是盘算了 第一 我这三万亿进去 进去以后呢 老百姓心心就起来了 继续大家 又开始投资 不是不仅不离场 反而往里面继续补仓 继继续追加 继续加杠杆 是这么一种怒子 他堵的是老百姓的愚蠢 你们知道吧 所以听听我的话 真的是 共产党做事情 他心里很聪明的 他知道老百姓会蠢成啥样 他能够把你拿进来死死的 真的 共产党为什么长指就完呢 他就是能够准确的认清 中国的民情秩序 中国的老百姓是怎样的一群宠户 他们你玩的是不要不要的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记住 尝试 学着经济学尝试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以前经济学圈子里的人 经常说一些非常骄傲的话 是有几分道理的 在中国最高的智慧就是经济学 你把经济学的尝试掌握以后 你怎么弄 他都骗不了你 共产党忽悠不了你的 谢谢